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的一块金牌 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 这场比赛由中国队的林丹迎战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本场比赛我们继续在现场邀请到赵建华指导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欣赏这场现在的男子单打的巅峰对决 画面上打出的是李宗伟的近期之路 确实这是一场养大高者的对决 林丹的第一轮轮空 第二轮胜了中国香港的胡云 接下来胜了越南的阮天明 在上一场比赛他是2比0战胜了韩国的朴承焕 李宗伟在本次比赛他是一号种子 因为他世界排名第一 第一轮也是轮空 第二轮胜了中国香港的陈仁杰 2比1 第二场比赛2比0胜了泰国的第一单打文萨 接下来的半决赛是2比1战胜了中国队的陈金 通过多方媒体呢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 林丹现在已经拿过了他能够参加的比赛的所有的冠军 就成年比赛 因为世青赛他没拿过冠军 成年比赛里面团体的汤姆斯杯苏迪曼杯 单向的奥运会世锦赛 全英他都拿过冠军了 只是亚运会冠军没有拿过 那马来西亚队的李宗伟呢 在这几年都是世界排名第一 在今年也表现得非常好 他在超级赛当中 韩国战 马来西亚战 全英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日本 一共是 新加坡没有 是印度尼西亚和日本 一共5战超级赛都拿了冠军 不过在今年的巴黎世锦赛上 他也是8禁4的时候 输给了陶飞克 仍然与世锦赛冠军无缘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将是李宗伟先发球 在屏幕下方的是李宗伟 屏幕上方的是林丹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 对这两位选手还是非常的熟悉 那么在两年前 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那么也是这两位选手 争夺光亚军决赛 那场比赛相信给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那么可以说林丹那场球打的是非常的轻松 那场比赛我就记得林丹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这个比赛打完 当时只顾兴奋 然后颁奖什么都完了之后 回到房间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电视台我们这频道重放 看一遍 打得不错 自己打得不错 过了没多久 另外一频道又重放 再看一遍 打得不错 确实打得不错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回顾 两个人非常熟悉了 虽然不是队友 但是也跟队友差不多了 在场上这个球路互相很了解 上来就都是斗多拍 吴宗伟回球出了边线 他的教练米斯文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羽毛球强国 他的教练米斯文家里有五兄弟 他的姓是希德克 他的名字是米斯文 这五兄弟都是羽毛球的高手 其中有三位四位世界冠军 对 包括米斯文本人 他是应该拿过全英 对 他是五个人里面的排行老大 对 那第二跟第三呢 是一对非常强的双打组合 对 跟李永波甜品一同时代 对 林丹 那么这场比赛呢 对于李宗伟来说 其实还是下风一点 从双方以往的交手情况来看 这场比赛他如果想赢的话 像他在去年瑞士公开赛 赢过林丹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赛 他两种方式 像瑞士公开赛就是很明显 上来之后我的防守非常好 林丹几拍攻不死之后 发现 这个自己的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 再一种呢 就是李宗伟一上来 他的速度就特别快 让打林丹应该措手不及 这是他最近几次赢林丹的 几场球 一些方式 但是今天一看林丹开局还是挺好 但是今天一看林丹开局还是挺好 双方都多拍 双方在防守方面呢 这两个人都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很难被攻死 而谁先攻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会露出漏洞 这样一上来 还是双方比较耐心的多拍 最后李宗伟抓住一个机会 回放一个滚网 起跳之后滑板掉直线 在低点的回放滚网球 这次比赛呢 还是在广州的天河体育馆进行 天河体育中心 大家都知道是在1986年 第六届全运会上 这个成为主体场 它的体育场是成为主体育场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天河体育馆多次举办羽毛球世界大赛 为了这次亚运会 做了重新的装修 我记得它原来的座位 应该是能坐8000人 但是现在经过重新装修之后 能够容纳6000多观众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 林丹在往前 震守着这直线 还是非常的漂亮 这样的球 主要是有一个 假动作在里面 所以导致李成伟在判断上面 是出现了误差 林丹的正手底线 这种假动作开局 已经骗了他两个了 包括第一分球 半场球 也没有攻死 看到前面的两次起跳 正手批杀对角 林丹都防得非常稳健 这个球改成一个点杀直线 落点还是非常不错 三比五 林丹李宗伟两个人呢 也真是这个对手 他们年龄只差一岁 林丹是83年 李宗伟是82年 中路要求质量太高了 球没有过 六 三 羽毛球现在在国内还是非常热 一个是我们羽毛球的基础 从当年招到你们那一代运动员 还有更老一些的运动员 就使我们中国人对羽毛球有了认识 对 那么这几年的我觉得像林丹这样的明星球员 对于羽毛球的推广 吸引爱好者来从事 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愉 对 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 人们的生活水准在不断地提高 对健康的意识也越来越高 所以羽毛球也是作为一个很好的 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 那么刚才我们也通过慢镜头 看到了林丹在往前这个回放的质量 非常高 然后再加上一个追身 林丹的防守确实非常好 手中反攻呢本来就是林丹年轻时候赖以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武器 嗯 这个球实际上还是一个手中带攻的一个球 对 正手拨了一个对角往前 对 虽然我们看到他在防守 但是一方面一个准备比较快 再一个呢意识也快 尽量就是说在最高点去接这个球 那么这样的话给对方 在准备上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 再加上他回球的一些质量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对方在进攻 那么要特别小心啊 你进攻如果质量不好 那么很可能啊 你就会变成被动了 好 档档球 沙桌右追身 李宗伟没有接起来 嗯 李宗伟失忆主裁 自己手上有汗水 需要擦一下 林丹这种控制比赛的节奏 好似乎是与生俱来着 当他是一个青年上 他就很会控制场上的节奏 当他有一个加速之后 他都会去想办法 把这个下一球的节奏给他拖一下 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来身体能上有调整 所以他能够在整场比赛里面 比较好的分配他的体能 再加上他的天赋本来就很好 这个球呢李宗伟在劈对角的时候 他已经想到了对方会出直线 已经有准备 再加上林丹 这个球他劈的落点非常尖 造成林丹在接杀的时候 回的质量比较差 那么也充分地看到李宗伟 这位选手的联系进攻的意识 和能力都非常强 李宗伟的防守也非常好 我们说了这两名选手 就是现在世界上防守最好的两个男单运动员 我看到林丹在被动情况下这个救球的能力 李宗伟也是一样 球很精彩 对 对 强往 双方都是把球打到最绝的地方 最终经过这个多排之后林丹回球出底线 确实这球非常的精彩 双方一个我们看到突击 尤其像林丹的刚才几个进攻 质量可以说也非常好 但是李宗伟还是把他救过去 那么李宗伟的进攻也一样 有好几个非常有威胁的 那么林丹也是把他救过来 就现场观众会感觉你这个现场观众的气氛 就是大家一看这球 哎呦杀的质量真好 或者吊的质量真好 对对对 已经酝酿情绪准备欢呼了 对 一看对面接起来了 是是 好几次经受了这样的这个一个情绪起伏 对 我们说了羽毛球在广州呢深受喜爱 在现场的观众肯定有很多爱好者和业余的高手 是 通过场上的双方的这个出手 可能感觉这种球打出来你怎么还能接起来 是是 6比9 球出变线 而且他们两人打球呢 确实每一拍球都要打出非常高的质量 几乎就是往线上打才行 确实那么我们也看到如果你的进攻 或者你一些拉掉的技术 就是那些球的落点不好 一方面对方可能很快的就一个反击 这是一个 再一个如果你的进攻 刹切落点不好 对方也比较容易接 出队比较多 11比6 林丹领先 第一局的践线 其实李宗伟呢从他的技术的全面性上来讲 跟林丹确实是不相上下 但是就从最后突击的重板这一下 他跟林丹确实就差了那么一点 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一点点的差距 其实 就是林丹的进攻的威胁会更大一些 因为李宗伟缺少这个绝对的进攻的威胁 所以他在多拍的时候 他会对自己要求更高 而林丹的多拍本身也不差 跟他是一个水平线上 对 所以当李宗伟一看 我攻没有任何机会的时候 他在多拍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有底 李宗伟也是不走运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碰到了这样一个对手 偏偏就比他强一点 其实其他所有人 都比李宗伟要差一点 不过这次比赛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陈金在面对李宗伟的时候 也敢于主动出击 只是在很多细节上 可能还需要抓着做得更好一些 对 像昨天比赛 如果他的体力 再能够维持半局的话 可能今天在场上 应该是陈金跟林丹了 但是我们这只会有一点 有点保守了 林丹非常好的一个抓球 但是李宗伟还是奋力地接起 判断失误 球界内 确实是这就他们两个的球 基本上就是沿着线打 都是往线上打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林丹在回球的质量 还是比李宗伟好一些 有时候就是这么十公分的自差 问题就在能接到还是不能接到 其实李宗伟呢 他在和林丹这个较量当中 我觉得马来西亚南丹的整体实力 和中国队的差距也多少是一个因素 就是他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他的对立面不像林丹的对立面 水平这么高 但是谈到这个对立面我觉得欧洲的选手有点不一样 像这个丹麦的我觉得应该是好长的时间都是一个一个 一个个的冒险 像当年佛罗斯特差不多也是一个 然后过后有拉尔森 再过后有皮特杰 好像没有同时说 有两个高手能够出来 但中国呢就可以说比较齐一些 最少要有两个 老是成对出现 对对对 您和杨阳 董炯跟孙俊 后来林丹 夏宣泽和陈红 还有吉辛鹏 他们基本上一波 现在林丹和鲍春来 然后再下面呢 其实陈龙和杜鹏宇 他们基本上也是一波 对 双方运动员在场上 除了我们看到的在技术上 那么还要有时候还要在心理上 还要互相的要有一些拼搏 这球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好 而且他们侧过来 你看这个拍面 就是觉得他好像只能打到 杀到直线 但他利用批杀 连林丹都没有想到 球友碰瓦了 半场球 你从未没有敢发力 那么经过多拍以后 双方还是要看一个回球的质量 再一个也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声务 林丹之中找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说这个球双方消耗的体力都非常大 我们也看到了汤鲜虎夏宣哲两位教练 刚才这个球可以说 李仲伟往前 这个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林丹在很高的击球点上面 把这个球处理的还是非常好 像刚才那个球你只要稍微慢一点 等球再落下的时候 那个机会就很小了 当这个球刚过完的时候 我觉得在广州看羽毛球比赛确实是一种享受 像这个馆内能够容纳6600名观众 6000多人坐在这里面 这样一场比赛 我觉得现场没有看热闹的 大家都是在欣赏这个两个人的表演 对 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讲了 现在很多业余爱好者 他看球确实不是在看热闹 一个方面在欣赏 一方面还在学习 所以他们看球可以说 看得很明白了 所以现场才能静得下来 再次我们看到林丹因为在回球的质量方面 可以说都是在线的 这个离线不会太远 所以也导致这个李宗伟在判断的时候 就会显得比较模糊 所以从我个人来认为 就是这样的球在没有把握的时候 应该尽量就是把它接过去 当然我想现场有几个因素 一方面自己的体力可能有点下降 当然是希望能够就是 比如说这个球出界了 能够节省一些体力 如果体力充飞的话 我想应该还是会把这球打过去 那么目前比分是15比9 林丹暂时领先 平时来说对林丹还是非常有利 差了6分 5分拉开 看来刚才一个多拍以后 那么李宗伟这一口气还没缓过来 他的体能下降更快 恢复更慢 其实一个多拍 这个球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赢了可能对赢方的这个士气上面 会不一样 这就像我们看有些电影里面描述的那种场面 我所有的筹码都压上去了 或者说大笔的筹码都上去了 一个决战 关键分的 说是 我觉得他们现在 欧美在有一些项目上 经常讲到一个大分的概念 跟您说的这个也是有点像 就是同样是一分 但是有些分是大分 它会影响到接下来很多球 这球回的不到位 这也是穿着马来西亚国家队运动服的球迷 那么这个PSR就是力量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球比较深 接这个球确实很不容易 双方差五分 这次我们看到今天下午 我们拿到最新一期的羽毛球杂志 国内最专业最权威的一个专业杂志 谈到这次亚运会 认为他们认为有六个看点 其中第二个是中韩女队 团体赛谁能赢 这个已经有了结果了 第二个是女单 中国队拿冠军拿的不多 也有结果了 然后是男双 这个中国队没有拿到 然后还有的看点呢就是中国队能否延续市井赛包揽的这种奇迹 也是有结果的没有做到 对 还有看点就是中国队的新人能不能出彩 这次我觉得女双和混双年轻队员都已经表现得很好 对 当然第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林丹能不能拿到全满冠 所有的冠冠都拿 林丹在对方发球之前 举手示意停止 刚才是场边呢 有这个摄影记者在走动 影响了林丹 林丹是一个非常对自己要求很高 而且很注意细节的人 那么一般上运动员是希望所有的精力都在球场上面 所以对场外不希望受到太多的干扰 女士们为了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 开场时请不要使用闪光灯 感谢您的领解与配合 港网的质量不好 对 给林丹充分的时间 刚才我们看到双方的进攻跟防守 可以说都非常好 但是在其他方面 像刚才这些球 一个是挡网 还有一个林丹在往前 可以出手 可以说一个比较快 干脆 再加上球也比较狠 所以在往前 我们还是很少看到 李总伟的一些推球 基本上是放 勾 当然有机会他会扑到 推球还是比较少 那么在林丹 我觉得 往前上面的变化 还是比较全面的 不管是放网 勾球 也推球 这些我觉得 技术都掌握得比较好 好 这个球挑的也是相当到位 在被动情况下 反拍想调对角往前 但是球没有过去 现在觉得林丹太全面 以前像您刚才谈到 他往前变化比对手多 其实过去他往前这一块 并不占什么优势 就是变化比较少一点 是吧 比如说放网 比较要求通过高质量放网 来让对方挑起来 那现在除了让对方挑起来 也有他一些推球 对 你推得好对方回的话 也是一个被动 所以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来为自己创造机会 他现在属于确实太全面了 我们经常在其他的比赛当中讲到 尤其在单打比赛当中 对运动员 比如说在往前上面 如果你的技术比较好 比较全面 往往会在比赛当中 为你找到很多很好的机会 判断非常好 抽出边线 19比12 好 嘞 挺心 这球都是抽边线的一点 这样林丹获得局点 三 1 2 3 3 假动作 动作的移制性特别好 所以林丹受骗 突然,滑板掉了一个直线 改了一下节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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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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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唐千虎指导到底有什么灵丹妙药 在他指导灵丹的过程当中 像刚才我们听到好像也没什么样 也就是所有的教练都会说 没事没事 那也许同样一句话 从他嘴里出来可能那种分量不一样 林丹在这一局开局失误有所增加 刚才有底线杀球的下网 对 这个球也是头顶的一个回球出边线 是 不失误的对手是很可怕的 他的球质量又高 而且还就是不出界 像上一局他打了好几个几乎压线的球 李仲伟就觉得这球可能要出界 可是下来着压线 对 对 以前 像 在我们那个时候吧 熊国宝也是属于一个 就是防守特别好的 然后 体力也特别好 也特别耐 就是给你打你也打不死 为什么很耐心 他们两个人比赛呢 确实是在很大一块要比耐心和信心 确实 那么经过第一局紧张激烈的那种比赛 那么第二局我们看到就是像第一局那么加快速度的强攻会比较少了 那是为什么 因为是双方在体力上的消耗会比较大 如果你现在勉强地去进攻 一方面得不到好处 再一个也增加自己的消耗 所以在没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 双方还是通过拉掉 所以在这个拉掉过程当中 对双方处理球回球的一些质量的要求会比较高 有球迷打出来加油单单 谢庆芳会跟你着急哦 双方继续比赛 李宗伟领先三分 这两个在底线出界了 可能换边之后有一些空向变化 林丹的失误有所增加 在这个对手的八分里面至少有四分是他的失误 嗯 所以 现阶段就是看谁失误能够少了 在后场起跳 头顶突下对角 - lone 所以要判断失误 双方线内 林丹应该是他通过第一局之后 尽管分差是八分赢了 但是他在多排很多 所以体能上现在可能是在经历一个极点 像刚才这个球也是希望对方出界 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 倾向于去判断对方出界 一个下意识 林丹现在体能上 再过一个起点 马来西亚的古剑杰黄妙珠 他们也都在场边观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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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次我们有看到双方在第二局 基本上没有特别的那种进攻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林丹刚才 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以后 那么基本上还是以拉掉 那么拉掉过程当中 主要还是看谁失误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对双方 主要还是要考虑一个出球的质量 减少失误 水平越接近这个比赛 当然是越精彩 当然也就特别难打 到了最后就是要斗智斗勇 还有很多心理方面呢 11比6 李宗伟就是015分 长上5分11比6 各位先生 现在是第1个 第1个 第6个 这局呢 一个是林丹 我感觉他的体能在下降 再经历一个极点 这个极点过去之后会好一些 再一个可能在换边之后 对方也更敢于控制他的头顶 出球很凶 他的底线压得比较难受 质量很高 第二局我想应该是在体力方面 给林丹带了比较大的一种困惑 为什么 因为本身林丹 他的这个拉掉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在拉掉过程当中 他这种突击往往给对方 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威胁 可是在第二局呢 拉掉的比较多 但突击呢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很容易看得出 就是体力方面 不能够这样多的去进攻 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谢兴芳 他现在已经退役 在亚组委工作 很可惜啊 在刚才其实 在发对方的后场的时候 也是应该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 对 就是我们说了 如果这样的球 如果是体力充沛的话 林丹在这种机会 他会特别会变速 如果速度一变 然后一加快 突击过去的球 给对方的威胁是很大的 这个球一看林丹的挡对角 我们身后已经有观众在喊 哎呀 就是大家都看出来了 太高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了 现在的观众 看球都非常厉害 观众水平高了 解说员厌害力大 是啊 不太好说 我说好 说说说错了 他马上就听出来了 对 加油 resonance ik 个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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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上网之后 回放本网了 9比13 对 虽然比分是落后 但是还是有机会 最主要还是要看他 在这个一方面 是在体能方面 他过了这个几点之后 在这个分数还是可以追 对 那么就应该还是有机会 中尾这个球回的质量比较差 没有到位 对 只有进攻 我觉得才能产生威胁 尤其在体能双方都消耗很多的时候 哪一方能够在速度 或者加强一些进攻 给另一方的威胁一定会很大 但是从我们旁观者来说 很容易讲 但是这位运动员在场上 要去做 他其实可能心里也明白 但是有时候挺着这个问题 发生了觉得累的时候 很难做得到 连追了三分了 连追了三分了 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关键分 不能让对方追到只差一分 或者追平 你放在中路 李宗伟也显得没劲了 这有好球 但是人家还是把球接回去 很稳 很稳 现在 这个刚才这球 叫着他我觉得楠丹快打成女双了 两人累了 对 那么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林丹好像缓过一口气了 过了这个时点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 林丹在场上 这个节奏还是很会控制 那么刚才很累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就是 比分也拉得比较开 主要还是自己的失误比较多 而且没有进攻 那么通过应该差不多将近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 落后应该有六七分 对 那么一下 那么你看现在就是 场上一下子速度又开始快起来了 其实李宗伟何尝不想趁林丹体能下降的时候 赶紧锁定这一局的胜局 但是他确实也是 就是 他没有那种组织 就是控制场上节奏的那种能力 就没那能力了 对 人家慢我也跟着你们慢 你快我也跟着你快 所以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属于比较被动的 对 关键他的对手是林丹 对 再一个我想 他可能也比较累 从这种表现 就是他自己的 要求就是进场也要求换球 或者休息的话 自己也比较辛苦 他其实也不想给林丹 喘息的时间 但是自己也需要喘息 加油 还是差两分 失误又来了 这种 我也丢分 在他们两个人这样级别的对抗当中 就 显得很 损失很惨重 对 有时候觉得不应该这样 体能下降 什么球都可能会失误 那么作为林丹 我觉得 刚才的机会应该很好 应该要好好的把握 还是体能 对 尤其在这个已经到了15 16次时候 这个比分 一定要能够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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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高手就是这样 好人之差 但是夏里就是没有尽全力的去刷 那么有些球对方也就很容易接得过来 他人累了之后一方面是体力再一方面是精力 对对对 所以这种低级失误就开始出现了 因为人的这个精力下降以后 你的判断上面就会有一些误差 不仅是你的肌肉累 神经也累 对对对 本来打到12比13的时候还让人看到希望 对 机会很好 但看来那个时候是林丹体力的一个强弩之末 也就是追到这份上了 李宗伟要求换球 也是一个战术性 现在这种每球得分的赛制 所以比分拉得越开 那么落后的一方 从信心方面会比较弱一些 这个又是有一个比赛的 这是一场比赛的 比赛的重拨 想做这种比赛的重拨 还有一个比赛的重拨 最重的重拨 重拨的重拨 再提出来换一个球 因为他也很累 同时呢 其实就是在这种局点分上 你把比赛停下来 对于落后一方 就像您说的 心理上对他是一提醒 你落后着 然后他就会压力就来了 他怕你忘记了 李宗伟在头顶点杀斜线 拿下了这一局比赛 21比15 两大高手的对决 进入了决胜局 这也可能也是 以毛球爱好者所期待的 是 我们来看看决胜局 谁最终能够拿下这块金牌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会进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会进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会进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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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 提频道为您转播的 2010年广州亚运会 羽毛球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 现在林丹和李宗伟进入了决胜局的争夺 李宗伟先是在屏幕的下方 林丹在屏幕上方 林丹在双方的比赛是打成了1比1 那么第二局很明显 我们看到林丹在体力方面 出现了一些状况 所以比较累 所以这样自己的一些失误 在这几年有林丹和李宗伟这样的高手 同时代存在 给羽毛球爱好者也是奉献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确实 也就是需要多的对手 这样观众看起来才比较 有滋有味 对 他们两个的交手既有08年北京奥运会 那么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 对于李宗伟来说非常痛苦的一场比赛 也有今天这样两个人真是够艰苦的 是 换稳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 也是体能下降的情况下再突击 你的脑子是认为自己跟平时一样 但是起来之后发现肌肉已经跟平时不一样 对 造成失误 有时候你的肌肉点稍微有点偏差 那么球的落点呢 也就有些偏差 李宗伟刚才也是咬牙拼的一拍 毕竟是一个机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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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探局目前4比0啊 形势对林丹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嗯 推球啊 这回他有准备了 嗯 反抽 林丹挡网没有过 尤其在关键局 一方面精力不能放松 你的精力下降将会导致你在 场上的一些速度 包括一些失误 都会增加 没有上一个 倒球 夹中座 跳对脚 这样的擦球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 多拍之后 李宗伟述 多拍之后就是在扛 看谁能更扛得住 多扛一拍比对手 有时候运动员在场上 就是打得累的时候 脑袋会出现一片空白 所以这种因为可能你缺氧很累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位运动员平常 所以为什么平常的训练量会比较大 目的就是你平常的运动量 一定要超过你比赛的能量 前两天我正好那回工人大来玩 然后有机会跟他打了一局 打双打还是 下来之后我跟他说 多拍的时候 我只希望这一分赶紧结束 不管是谁赢 只要你赢也行 赶紧结束就行 这就是我的感受 确实 但是在比赛当中 又不甘愿自己 把这个球打出去 或者还是想打赢对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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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李仲伟也是认为林丹这个球救不救了 哎呀好球 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 而且非常被动啊 这个球回过来的可以说反被动为主动 哇林丹这是一个起死回生 在悬崖边上生生的又爬上来了 对对对 就像李宗伟在悬崖上跟他决斗 一拳把他打下去了 最后一只手抓着这个悬崖边 居然用两个手指动的力量 他就上来了 我们看一下半球 这是最后得分的一拳 这应该是那个救球 用高速摄像机拍到 这么低这么靠后的击球点 这种球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费德勒有的时候 网球里头他会出来 但是羽毛球你这种带切 你再把力量打上去就很难了 对 那么刚才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一位这个精彩的救球啊 给云非常热烈的掌声 这也说明了一方面林丹的这个个人能力 尤其这种被动 这个球还能够打到后场的话 一方面就是说他手腕的爆发力 可以说非常好 因为你这些点很厚 你完全借不到这种大臂的那种力量 你完全只有这种手腕的这种力量 那么再一个作为李春伟 就是在这么好的这种局势下 那么就是他认为可能对方 不可能能够回到这样 就是你或者你救过来也是低质量 没有没有做好一个回防的这个准备 好 好 中网没有过 7比1 在决胜局呢 先是林丹在屏幕上方的这边边场地打 因为这边场地在风向上 还是稍占一些优势 有一些逆风 所以在控制对方底线的时候呢 出球可以更凶 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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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对方调底线 直线球被林丹抓住机会 林丹也是始终在判断对方的回球 这次李宗伟没有回放 李宗伟林丹是有准备 可以很好的预判 可以使你在场上少跑动 节省很多体能 李宗伟提出来擦汗 他也是体能到了极限 在亚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历史上 1974年德黑兰是中国的侯家昌 拿了南单冠军 1978年印尼的天王林水靖 82年韩剑 86年和90年赵建华两次拿到冠军 94年印尼的阿尔比 98年中国的董久 02年和06年两次都是陶菲克 所以亚运会这个比赛 很难出冷门 我发现 不像奥运会有冷门 就刚才您提到的拉尔森 其实96年那个有点冷门 但是亚运会你看 南单这个基本上没有冷门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李成伟跟主柴交涉 自己可能在刚才 医疗暂停 对 倒地救球的时候 那么应该是手指可能蹭到了 看看通过这个暂停 是不是能够使他的体能有更好的恢复 这时候其实就是比人的身体天赋 大家都很累 看你谁恢复快 恢复得快 这就是天赋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先天性的身体条件 第三局目前8比1 可以说形势非常好 而且从整个场上 目前第三局的表现 林丹应该保持了一定的主动 现在分数是最要紧的 对 7分 一方面回球的质量 试试球拍 一方面林丹也加强了一些突击 林丹换了一把球拍 刚才和对方试打两下 还要换一把 又换回来 8 1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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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